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被湿气所缠过,或者正在被湿气所困扰着 咱们说现在被湿气缠着的人是非常的多,五年的十年的都不在少数 而这些被缠着的人当中呢,曾经很多人都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到头来逐渐逐渐就放弃了,为什么? 不是说他们自己想要放弃,而是用过方法以后 发现到头来这些东西好像是没什么感觉 这个湿气是来来回回跟他折腾了好几个回合 最终又是什么?又是湿气占据了上风 所以在这里很多朋友一看到去湿的这个词,他心里面都犯嘀咕 为什么呢?试过方法太多了 但是今天我还是要给大家去分享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如果你不用的话,我个人认为真的是太可惜了 因为正是因为这个方法已经帮助了太多的人赶走了顽固的湿气 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给大家来简单讲一下 咱们这个方法分为两个步骤,一个一个来说 而且每一个步骤你做完,你只要跟着我做完以后 你都会感觉到完全不一样 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 这个动作的名字叫做足底伸扬弓 我们需要在脚底找到两个重要的点,就是永泉 永泉在哪里呢?大家看这里 永泉者足心也,这就是咱们的永泉 所以脚底的永泉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把我们手上的劳工 大家跟我做这个动作啊,手上的劳工对着我们的永泉 另一个手,手的劳工我中指指的这个位置对着着我们的足背部 你看把手这么扣上去,手就这样转 那么咱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好了 这个手啊,要来回的去转 这么去做啊,这是一个慢动作 我们另一个手的手背一定要把我们的劳工对上我们的脚背 整个动作的完整是这样去做的 做上多久呢?做上一分钟 这个动作不仅是做完以后啊 脚底就像踩着小火苗一样,感觉非常的棒 同时呢,我们做完以后还能让大家看得到 我带着大家去做呢,我们也不要做时间长 我们自己做一分钟 我在这里给大家演示啊,视频时长有限 我做个30秒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啊 这个动作做完以后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把脚底打一打 你可以发现这个位置的颜色变了 看到没有 为什么颜色它会有一些区分 因为这个地方聚集起来了 你去摸一摸去感受一下 自己做完以后就会发现脚底上面往上窜着这个热气往上去走 这就是什么 我们的涌拳打开了 其实呢,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啊 真的非常的棒 晚上你去记好了 泡完脚以后 当然不泡脚也可以 好的情况呢,是泡完脚以后去做这个动作 然后呢,咱们再去找上这个浮阳七君子 把这个足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再贴到脚底 你这么一套下来以后 我告诉大家时间都不用长 七七四十九天 你会发现很多情况原来有的一些没有的慢慢的就改变了 那么这个动作呢,给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重点讲一下浮阳七君子 那么浮阳七君子究竟是什么呢 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巨大的太阳 我们知道太阳和一些水水湿湿啊 它之间是相互牵制的 只要我们的阳光足够 那么这些水水湿湿呢 在阳光之下它沉不了形就自然散掉了 如果我们的水水湿湿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沉了乌云 把这个太阳啊 阳光给遮住 那么这个时候 那整个地方啊 它环境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这个浮阳七君子 他就是专门用来找到这些水水湿湿 大家好,我是大伟 咱们今天来讲一下腿和脚 我和很多粉丝朋友们都沟通过这个问题 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 腿和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很常见的 这个腿脚啊 就感觉特别的沉重 就像绑着两个大千块一样 就走起路来特别的吃力 特别是很多朋友上下楼的时候 这个腿上啊 就感觉得不上劲 而且呢 腿脚一旦开始不好了 你会发现这个寒啊 就从脚底开始往上冒了 不仅是脚梁 膝盖梁 而且很多朋友这个胯还打不开 有的朋友啊 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上热下寒 上面热乎乎的 但是下面就感觉放在冰窖里面一样 特别的冰凉 咱们一定要记住 腿和脚 它的肌肉占比 占到我们全身肌肉总量的60% 如果你的腿和脚开始出现了 寒冷啊 感觉到沉重啊 有力气用不上 甚至整个人感觉变懒了 变累了 那么接下来 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要早一点把这个问题就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记住 腿和脚一旦不好了 你的整个身体的气血循环就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那么慢慢的往后 你的腿和脚慢慢的就会用不上力 甚至到后面很多的一些 包括我们结构上面的一些问题就会出现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不过多赘述 我们只分享方法 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问题给它去解决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这个动作只要坚持去做 你会发现你的腿和脚逐渐开始升温了 变暖和了 而且只要坚持去做 你的经络能够完全的打开 同时走起路来就像升了风一样 特别的有劲 那么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其实说起来非常的简单 就是去拍脚 你没有听错 以前很多人听过一句话 叫做每天拍拍手活到99 这个虽然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拍脚很少有人去做 但是我告诉大家 只要你能够学会拍脚 你会发现这个腿脚特别的棒 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讲动作 所有的家人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 打上有用两个字 我们一起来看动作内容 那么现在呢 来给大家展示拍脚的这个动作 拍脚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选择两种方式 一种就像我一样 选择一个大的这个椅子 我们往上一坐 好 坐上去以后 人靠上去 把我们的腿抬起来 用我们的手 你看 抱着我们的腿部下方 这样的话呢 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腹部发力 好 抱住了以后 把我们的腿一定要记住 把它分开来 只有把我们的胯给打开 你看 我们的脚心对在一起 这样的感觉 然后怎么去做 把你的脚尽可能的往外两侧延伸 伸开来以后 拍 看一下 非常简单 就把脚底拍在一起 每天坚持去做 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 有的朋友说 老师你做这个动作 有点俗 有点滑稽 但是我告诉大家 只有真正做过这个动作的人 才知道这个动作有多棒 我们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腿往外伸的时候 你注意看 我这里两个肌肉是暴露出来的 你感觉是拍脚 其实是连我们的腿部都进行的锻炼 而且你经常这样做的时候 你手放在这 你是能明显的发现 你的腿在一开一合之间 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发力感觉 就是看似一个简单的拍脚 就是把你的腿上的肌肉都给运动到了 除此以外 你要知道脚底上面有很多重要的点位 我们就不说这根地筋的 就讲讲咱们脚底的泳拳 含从脚起 从哪里 就是从泳拳 所以呢 我们泳拳这里 每天去拍 拍开 把这个地方给拍开 稍微用点静 为什么呢 因为脚底很厚 它不怕 所以用点静 把这个地方给拍开 每天做上30下50下 不仅是脚底发热 很多朋友做完以后 额头上面都会发热 后背都会发热 所以呢 你坚持去做一做 把它作为一种断念去做 咱们有很多朋友说 老师 我跟着你去做 我做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朋友 他这个腿分不开 这个胯打不开 这个腿上这个脚就这么放着 拍不了 怎么办 用你的脚去撞击你的肋足踝 如果你做不了的话 你就这么去做 把脚去对着你的肋足踝 这么去拍 这么去拍 这个就是下策 下策 能去做的 我们能拍的 我们这样去拍 拍不了的 我们脚就这样去拍 然后呢 每天没事的时候 除了我们拍足踝以外 我们把腿再怎么样 去压一压 就这么去抖一抖 压一压 身子往前 身子往前一轻 压一压 把腿压开 一定要把我们的胯给打开 因为腿脚的根在于胯 我们不只是一次在视频当中 给大家讲过 把这个胯给打开 左右脚都做 坐着把这个胯打开 就非常的棒 所以呢 我们脚底拍完以后 如果说你做不了 你就拍我们的足踝 每天再开个胯 额外加一个动作 然后呢 我们躺着怎么做 躺在床上 整个人躺在床上 把我们的腿伸起来 臀部下方 垫两个枕头 然后把脚就这么运动就行了 躺着就可以去做 所以根据自己的状态 去做这个动作型 我们可以三十下到五十下 为一组 每天你感觉一组不过瘾 你就坐上个两组三组 坚持坐一坐 你会发现整个状态不一样 腿脚逐渐的开始有力气了 而且腿上的肌肉的线条 这种感觉 你都能感觉到出来 这个动作非常棒 现在就分享给大家 所有家人朋友们感觉这个动作好的 一定要记得给咱们的视频 点上一个关注 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 并且动动你的手指 把咱们的视频转发给身边 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 你只有自己去实践了 才知道这个动作的可贵之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这里了 我是大伟 在别人那里 或许是不传之谜 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人的腿是根 力量从脚伸 这句话是非常有智慧的 很多人都认为 咱们的腿部 无非就是支撑 走路或者跑步 这样的作用 其实咱们的腿部 它的功能 非常的强大 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数据 我们的腿部肌肉 是占有全身肿量的60% 这个就说明了 我们的大量的肌肉 是聚集在我们的双腿 那么第二个数据是什么呢 我们腿部行走的 这个气血通道 是身体当中最长的一个通道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腿部出了一些问题 它不仅仅是腿上没有力气 它还会影响着全身的气血通行 所以一般腿不好的人 他的上半身 也会没有什么力气 那么反之 如果你的腿部越强壮 你的气血流通越好 肌肉越发达 你的上半肢也会越好 所以大腿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于年龄越大的人 越要重视自己的双腿的一个锻炼 今天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叫做踏云步 这个动作我分享给很多的人 你只要去念一念 你就能发现这个动作的好处 特别是年龄大的朋友们 你只要去念念 还能让你的双腿活力持续的增加 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大家感觉有用的 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我们现在来看动作 那么首先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 然后再逐一讲解这个动作的细节 侧面给大家演示啊 你看我们站直 把腿抬起来 然后呢 把脚往前伸 注意看 我这个时候 我的脚尖啊 它是一个下压的姿势 然后呢 腿往后啊 往后 这个时候脚尖逐渐往上绷啊 大家看我的手啊 脚尖逐渐往上绷 再抬腿 再往下啊 你看就这样 下来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啊 我的脚尖啊 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现在我用手的一个角度 代替我的脚尖 大家注意看啊 我们抬腿的时候 脚尖是勾着的啊 腿尽量往上抬高 然后往前脚尖下压 哎 你看这个时候就拉到筋了 再慢慢的往后 脚尖变成勾撞啊 再抬腿 就这样 这个动作刚开始 很多朋友念的时候啊 它平衡不好啊 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啊 不仅仅是锻念 我们运动侧的这条腿啊 就是我的右腿 我的左腿呢 在站姿的情况下 它还有一个什么呢 维持平衡啊 所以呢 你看似练了一条腿 其实我的左腿啊 它也是在做一个静态的发力 我们刚开始 很多朋友练习的时候啊 一定要手扶着墙啊 一手扶着墙 一手啊 这样去捏 慢慢的啊 你感觉你的这个平衡状态上来了以后呢 就可以手啊 虚位扶着墙 就是我这个手啊 不扶着墙啊 贴着墙啊 不扶着它 然后一旦出现了不平衡 哎 手立马靠着墙 这样的话呢 就能保证自己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性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动作再给大家做一遍啊 大家注意看我的手 我的手的角度代表着我的脚尖的角度啊 你看先抬腿收腹啊 然后脚尖下压 然后我脚尖往上勾 再回抬腿 再来 二 三啊 就这样去反复的去做 然后你在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我们的腿随着往下 往后 它不断的是做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筋啊 给它拉开来 大家看啊 这个动作 不断的就是拉开我们的筋 而且呢 这个动作活动了我们的三大关节啊 我们的矿关节 膝关节 还有我们的怀关节 三大关节 我的左腿呢 作为支撑腿也是一直在静态发力 这个动作我们一般啊 左右腿互换着做啊 每个腿做上十遍左右 然后做完以后呢 你会感觉在活动下 双腿啊 感觉非常的轻松 腿啊 就轻飘飘的 这个动作非常适合啊 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啊 日常把它加入到我们的锻炼计划当中 每天在家的时候啊 就走一走 这个踏云步 就能让自己的腿脚啊 更加的有力量啊 腿脚变得更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啊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的 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啊 收藏下来 以后拿出来呢 把这个细节啊 多多学会 掌握了细节以后呢 才能让这个动作啊 变得更好 我希望大家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 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并且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们 记得关注我一波 因为在别人那里啊 是不传之秘 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腿脚真的是太重要了 特别是对于年龄大的一些老人来说 你的腿脚啊 如果要好的话 你去哪里啊 根本啊 就不求人 咱们说腿脚啊 从两个角度来谈 第一个啊 是从健康 腿脚啊 是力量之根 气血之源 你的腿脚好的话呢 你的循环代谢就好 循环代谢好呢 你身体啊 自然就会变得更加强壮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 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生活 这里啊 很多人啊 都没有去想到 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老年人 他的腿脚不好 那去哪里啊 去办个事啊 去医院去拿个药啊 去跑个腿啊 都得去求着人啊 就看别人的脸色 那么如果自己腿脚好了 你去哪里啊 你不用去问别人 自己啊 直接就能去了 所以呢 我的师傅啊 就跟我讲了说 老了以后啊 哪里差 有点小问题啊 没有关系 你的腿脚一定要好 因为腿脚啊 是很多中老年人的一个 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他们的一个自尊 所以今天 我要教给大家一个 非常好的动作 这个动作啊 不但可以凝活你的宽步啊 锻炼你的腿脚 更能够行气运血啊 通过这个动作 让你身体的 当中的气血啊 越来越旺盛 这个动作啊 来源于道家 我们称之为踏空步 那么现在 我把这个动作 分享给大家 大家感觉有用的 在评论区下方 打上有用两个字 一定要记得 把这个视频啊 收藏下来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容啊 实在是太珍贵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动作 这个踏空步的动作啊 比较简单 但是里面的细节 非常重要 我来给大家 一边演示啊 一边讲解 首先呢 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小腹要往内收 往内收了以后呢 尽可能把我们的腿啊 抬起来 你看 抬到哪呢 尽可能贴近我们的腹部 脚尖是往上勾着的 注意看 我的脚尖往上勾 往前去蹬 然后脚尖下压 然后腿往后 你看 往后做了一个 伸胯的动作 这个时候 注意看我的脚尖啊 我的脚尖从往下压 一直变成什么呢 往到了后面 就变成了往上勾 看我的脚尖再往上勾 然后再提腿 这个时候脚尖是勾着的 注意看我的手啊 我的手代表我的脚尖啊 脚尖的方向 你看 往下压 好 提 好 再来 好 我们就这样做啊 做起来像什么呢 很多人说啊 这个动作做起来 就像踩单车一样 但是它和单车啊 可是啊 区别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建议做的时候啊 刚开始很多人啊 平衡能力不好 我们建议啊 大家扶着墙 一个手啊 扶着墙 然后呢 我们这个动作拆解下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个动作首先是一个什么呢 往上提 提是什么 提我们内部的一个气 提收腹 然后呢 脚尖上钩 这个时候呢 就拉到我们的一个筋络了 往下走 脚尖下压 好 回 再来 回 啊 你念多了以后 你的这个下盘啊 会非常的稳 啊 它可以灵活到我们的 矿关节 我们的膝关节 我们的脚踝 你看三个点都在运动 同时呢 通过来回勾脚尖 去把我们的气血啊 运行的更好 把里面一些不好的杂质啊 给它代谢走 所以呢 你做这个动作啊 看起来 我做起来可能挺简单的 但是你如果去做 我建议大家扶着墙 然后把这个动作啊 按照我们的步骤啊 慢慢的来啊 先抬我们的腿 然后收腹 脚尖往上钩 然后往前蹬 脚尖下压 腿往后伸 脚尖勾 好 再来提腿 再来啊 你按照这个步骤去做 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啊 真的是非常的有亮点啊 你做完五到十个 来感受一下你腿上的感觉 当然了 你做完以后 你可以两个腿啊 随便活动一下啊 我就告诉你 你做完了 比如说我现在做完了右腿 我左腿没做 对吧 那我的右腿啊 动起来的时候 会明显的感觉啊 轻盈很多啊 你们做完 如果有同样的感受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 讲一下自己的感受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啊 分享给大家 大家记住了啊 这个动作 我们左右腿啊 每天各做五十下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能观看到这里 在这里啊 大为会分享 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 非常好的养身动作 这些动作啊 都能够真正是意义上 帮助我们身体啊 改善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为 你是不是总感觉 你的腿上面不得劲 比较沉重 走路啊 上楼啊 都感觉心有余 而力不足 我告诉大家 是你的胯没打开 腿脚的根啊 就在于胯 为什么说胯重要呢 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演示 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注意看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小人啊 我们走路的时候 注意看 是哪个关节啊 运动最多 你能看到啊 是我们的这里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胯 我们很多人啊 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人啊 你会发现 他的步伐 迈动的程度啊 就比较小了 你看这个胯 就明显的打不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腿上的肌肉啊 就没有办法 把他的力量充分的发出来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认为是这样啊 肌肉好发力 还是这样肌肉好发力 很明显 我们腿脚啊 迈的步伐越大 肌肉发力的就越充分 肌肉越能发力 我们的腿脚的代谢循环 也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今天呢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非常好的动作 去打开我们的一个胯 大家一起来跟着我去学习 那么首先给大家分享 第一个动作 就是甩腿拉筋法 侧着给大家演示 我们首先啊 找到一堵墙 扶着它 然后把我们的小腹 内收 把腿部 你看 充分的摆动起来啊 摆动的时候呢 我们慢慢的啊 把腿往前踢啊 往前踢的越远越好 然后呢 把腿摆动起来啊 你会发现 随着我们的摆动 你的这个幅度啊 会越来越大 很多朋友刚开始 他只能这样 他大了以后啊 他感觉吃不消 但是随着坐着坐着 他这个筋啊 给他拉开来了以后 腿就能摆起来了 这个动作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咱们不多讲述啊 主要是这个动作 还有一个啊 这个摆胯的一个动作 是什么呢 你看啊 这个腿是这样摆的 这样摆的 这样摆的话呢 我们依然可以扶着墙 但是我扶着墙 不好给大家演示 我证明给大家做一下啊 这里有一个细节 很重要 就是你看我的这个脚尖 做个慢动作 往我的这个内侧摆的时候呢 你看我的这个脚尖啊 要往对向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啊 去勾 然后呢 摆过来的时候 要拉开来 再摆 再勾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我们可以把不勾脚尖的动作啊 去做一下 你会发现 一旦你的脚尖不勾啊 你这个动作做起来 就感觉索然无味 但是你只要 哎 你看把脚尖这样一勾 每次摆过来的时候 一勾 哎 你就会发现了 哎 后侧的这个筋啊 就紧绷绷的 有种拉紧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扶着墙 把这个动作 你看 摆的时候 脚尖勾一下 摆的时候 脚尖勾一下啊 就这样 每天把这个动作 去摆上一个 50下到100下 好 第一个甩腿阶段的动作 大家都应该学会了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阶段的动作 这个动作 测试给大家演示啊 假设我要拉的是 我的右侧腿啊 这里 好 那么我的右侧腿呢 就在于我们的身体的后方 大家注意有一点啊 放在后方以后 我这个腿啊 要绷直啊 一定要不能弯啊 把它绷直 绷直以后呢 前腿微曲啊 然后呢 你看 这样啊 腿绷直不动 然后把我们的什么呢 重心往前移 你看 只要我们一往前移 腿一绷直 你就会发现 这里一条筋啊 包括我们的腿部下方的这个小腿 一条筋 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啊 拉伸感觉 我们就这样晃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也非常省力啊 就这样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我的这个后脚脚根部的离地 后腿要绷直 这两点注意好 我们就这样去做啊 每天去晃上一个五十下 好 这个五十下做完以后 你可以把你的腿活动一下啊 左右摆一摆 动一动 你会发现这个腿啊 一下子打开了 那么换左侧腿也是一样 你看 我的左腿在后方 然后呢 你看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就这样去做 你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把腿绷紧 拉着拉着 就拉下去了 然后呢 慢慢的 你的这个腿上 这个紧绷的感觉 就找到了 好 这两个动作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 每天把它做一做 一旦啊 你学会了这个动作啊 坚持去做 把这个胯只要打开了 你会发现 你腿脚的力气 包括你走路姿势的改变 都是你能看见的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分享给大家了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